文艺建立父母学堂辅导员一 寒教礼的一天 我带孩子去体育馆打羽毛球 隔壁场地有一个教练带着四个孩子在上课 孩子们看起来从六岁到十岁不得 男孩女孩都有 教练全程不能亮到棚 孩子们都很怕他 我看到 孩子们已经很努力了 但不可贴地说 教练就像个贪婪的怪兽 孩子们必须一直用努力来喂养他 所以 感觉孩子们并不是为了自己在努力 而是为了不让教练发怒而在努力 在我们打球的异想时中 他一直持续不断地对孩子们使用语言暴力 孩子动作不标准 瘦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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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多少遍了 即是没脑子还是没耳朵 对墙练习的孩子没听到他喊坏人 你们没长耳朵吗 是聋子听不见啊 最大的女孩大约十岁 不知道之前怎么惹到他了 他一直对女孩横挑鼻子竖挑眼 你不是能吗 你不是什么都会吗 怎么来不了了 场边有两位奶奶及家长 做无奇事的 看着教练对孩子恶语相加 似乎并没有觉得不妥 我知道 有很多家长都认为 教练这是对孩子严格 是为孩子好 甚至有的父母 因为处理不好跟孩子的关系 觉得自己管不了孩子 担心孩子因此缺了管教无法无天 发布的又很角色 去自己管管孩子 就更不会质疑这样的老师或教练 暴躁等于严格 在文体界 尤其是那些确实需要 更苦训练 流汗流泪的项目 人们更容易灌晓 严格与暴躁的区别 我曾经旁观过几节 针对四岁左右女孩的舞蹈课 微观家长和暴躁老师的配合度高得令我吃惊 老师用吼枪 强 羞辱 贬低的方式激励孩子达到要求 家长在一旁看着孩子屈辱的哭 无论有多么高尚的理由 这上行一般的感受对孩子来说 都是百分百真实的 难道在美好的目标指向中 孩子的感受就可以忽略不计 这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接受 如此严格的专业去连是另一个话题 此处不讨论 当时画面给我除了这种扁低式的精神折磨 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是不是体力上的苦 必须大概精神上的酷刑才能够观升级 这一切语言及行为上的暴力 到底是专业的必经之路 还是以严格知名情暴躁之实 其实家长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然后诚实回答 如果是自己需要找一个老师教自己羽毛球 或者跳舞 或者任何需要反复训练的问题项目 会不会主动找这种严格的老师 我想 只要是正常人 都会选择耐心的而不是易怒的教练 那么为什么到了孩子身上 我们就觉得听众暴躁是严格 是为孩子好呢 类似的情形 总让我想起金庸笔下隔近的几个师傅 他们之间的对比可能说明问题 同样一个看似笨拙的郭静 极其暴躁的可这恶交不会 耐心的质别和红旗公去交得会 为什么 郭静可算是典型的笨孩子代表了 孩子学不会 到底是孩子太笨 学得不认真 还是师傅一根筋 除了发脾气着急 想不出好方法 老师是占据话语权的一方 郭不会可以随意指责孩子笨 孩子是弱势方 学不会却无法指责 郭的人不懂方法 三百可以用台上一分钟 拍下十年工形容的功夫 那一样不是要反复出错 反复练习的 如果一个教练认为 自己已经给孩子交代过多次了 孩子就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而是应该如自己所料的 顺利进入下一阶段 那哪里还需要什么十年工呢 不光文体类项目如此 学习也是同理 不 提起的老师最常被引爆的问题 就是 这题都讲过多少遍了 怎么还错 为什么同样会犯错的大人 就可以随意指责犯错的孩子呢 莫非就凭我们多活了一些年头 更懂得聪明的 隐藏自己的错误 严格的老师长什么样 好老师不是只有 和爱可信这一种类型 好老师也可以是严格要求的 但严格和暴躁不是一回事 差别到底在哪儿 我用自己和孩子的精神经历说明 一 标准的宽度 数学是很多师生之间 乃至父子 母子之间引爆的热点 我的孩子曾经遇到过严格的数学老师 也遇到过暴躁的数学老师 从高要求这一点来说 他们确实看起来很像 很多家长分不清严格和暴躁的区别 也是因为不管是严格的老师 还是暴躁的老师 都是对孩子高要求的老师 他们的重大区别 在于对孩子犯错的标准范围 划分不同 暴躁的老师对孩子的错误 缺乏耐心 心里有一条难以变通的标准线 一旦孩子的错误数量 超过他们心哥的老师 对孩子的心知巴育水平 有充分的认识 他们心里的标准不是一条线 而是一片范围更广的区间 他们虽然也对孩子提出高要求 但容输率高 不会在孩子做不到十大巴雷琴 二 给孩子提供帮助的广度 我的两个孩子先后接触过三种乐器 也遇到过很多不同风格的老师 工品类项目的老师 几乎没有要求不高的 但据我观察 同样高要求的老师们 因为给孩子提供帮助的广度不同 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暴躁的老师心里 已经提前预设了一条 或几条通向成功的路径 是他们认为最好最快的路径 虽然他们并不会这样宣称 但他们实际的做法 就是无视孩子的特性特点 让孩子削毒势力 遵循自己设计的规则 一旦孩子偏离这些预设 他们就容易原地爆炸 严格的老师根据孩子的特点 因材施教 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调整自己的方法 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 他们不断想办法 帮孩子突破困境 让困难不但成为孩子学的突破点 也变成自己教的突破点 教学想想 享受和孩子一起站上困难的成就感 不因为孩子被困低虎头而抓狂 三 与孩子关系的深度 回忆我自己小时候的老师们 有暴躁的 也有严格的 因为成绩不让老师操心 那些暴躁的老师们 基本都没有直接对我使用过语言暴力 但他们对其他同学使用的暴力 我也看在眼里 那些对我的优待 并没有让我感觉跟他们关系更亲近 反而对他们敬而远之 严格的老师虽然有高要求 但高要求并不是糟糕关系的借口 他们在高要求的同时 提供了高回应的支持 与我有高质量的互动连结 无论是彼时还是境遇 我对他们都心存敬爱 常面施恩 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只要孩子怕的老师 就都是严格的老师 那是对严格的误解 请看一个真正严格有爱的好老师 如何面对孩子崩溃的情绪 爱和方法 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从以上三条区别就可以看出 一个暴躁的老师 虽然看起来很累很辛苦 但他们心中无爱 套路刻板 出了高要求 就只有发火这一个绝招 而一个严格的好老师 对孩子前有充分了解 后有灵活支持 他们内心的爱和头脑里的方法 要和哆啦A梦口袋里的宝贝一样多 说到底 严格的好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很多父母都愿意让孩子 学点体育 舞蹈 声乐或者乐器等特长 而这些需要长期坚持枯燥练习的文体项目 往往是为严格老师的重大需 家长们一定要对严格和暴躁有清醒的判断力 同时也要充分信任孩子本能的判断力 一个不能让孩子喜欢的老师 哪怕再有多少专业的光环 再宣称为孩子好 他们内枯竭的心灵 也使他们难以企及严格的高度 因为再多低质量的愤怒 也对不出高质量的严格 我看到怒火只是面具 他背后躲着脆弱 躲着虚控感和无力感 甚至躲着发怒折 有年时未被解开的结 只为独与为孩子好 防孩子克服困难 助孩子成长无关 孩子又特长当然好 但为了特长付出健全人格 健康心理的代价 未免得不潮湿 这其中的苦果 也许能被一时的考级 比赛成绩演干 却迟早会出来兴风作浪 青森就长大 各位爸爸妈妈 为孩子选老实实 请睁大双眼 一 双胞胎妈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 敬畏自然 敬畏儿童 十五年教育出版重业 十二年童书引进及翻译 以翻译三十余次优秀英文绘本 基金少年英文读物 2016年3月加入引建立父母学堂 曾任引建立父母学堂 首期金子营辅导员 谢文引建立父母学堂金牌辅导员 再引建立父母学堂 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及三次微课 如果觉得文章有价值 欢迎转发 所有家庭教育问题 这里都有答案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